刚才呢让大家呢每个同学呢都练了一下这个插入事物 这个呢插入事物呢可以说是 Lowdru那里面脚本增强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直接两个按钮呢就能搞定 也不用写太多的代码 下面呢我们要讲解的这个方法呢 脚本增强方法呢是检查点 用我们在Selenium里面的术语呢 就叫断言 那么在这里边呢首先呢会讲解一下 Lowdru那里面的检查点和检查点的插入和启用的方式 在Lowdru那里面呢是怎么运行的 先看呢第一个问题 在Lowdru那里面呢检查点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主要功能是验证在某一个程序界面上 是否存在指定的文本对象或者是图像信息 那么因为呢在Lowdru那里面呢 它并不是研究这个程序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界面 它并不是研究程序的实际界面 但是呢在数据传递的过程中 尤其是做web测试的时候 整个网页的所有数据都会被传来传去的 这大家没问题吧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 只要你的这个网页标签里边或者网页的内容里边 包含了特定的这个文本对象 或者说是图片信息 那在Lowdru那里面呢就会可以做这个相应的比对和检查 比如说我现在呢要打开一个网页 打开这个网页的过程中呢 我就可以去检查这个网页中 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文本信息 并且呢可以去检查这个文本信息是否正确 这个呢都是检查点可以去做的事情 但是呢一般呢检查点呢 不是说这个随便说是去用的 检查点的功能一般呢是在Lowdru那 测试压力比较大的这个web服务器的时候 才去启用它 这是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环境 为什么在压力大的时候才去用它呢 就是因为压力大的时候 如果页面不返回信息了 但是呢你又不知道它不返回 所以呢就只能用一个什么呀 这个返回信息的一个具体的数值去做比对 因为呢我们如果是做功能测试 或者说不管是功能还是性能 只要是自动化测试 你若不去比对数据的话 只让程序去运行 没有太大的意义 只有呢去做里边详细信息比对的时候呢 它才有具体的含义 所以呢 一个软件系统 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出问题呢 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出现那种 该显示不显示的时候 那只是什么呀 只能是它在最忙的时候 压力最大的时候 那就像你们大家平常问我问题 我会一一的解答 但是呢如果说突然有一天 这个问题呢集中发生 呃就是说大家呢不明白的地方太多了 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问 然后我可能就晕了 然后说你等会儿别着急 然后呢刚解答完这个之后呢 呃又有同学 哎老师我这又有问题了 那我可能说你别着急 啊那有有可能 那个同学比较暴力啊 他把我转过去 说老师你先看我的 啊这时候呢 比如说前面等待的同学呢 可能就生气了 明明是我先喊老师的 那这 这时候呢就说 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再去看这个应用程序服务器 还会不会给出相应的这个程序的反应 啊这是功能啊 这是这个检查点功能 它的一个特殊用途 在load runner里面呢 提供了两种检查点 第一种呢称之为文本检查点 它呢是用一个函数实现的 这个函数的名字叫做 web reg1 啊这是 这个是load runner里面呢 就是说这个12这个版本 新版本的load runner 特别提供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用于什么呢 一般呢他会在请求啊 在请求一个页面之前 就用这个函数 就先要去在这个load runner里面 先呢去定义一个 哎我要查这个 我要查这个页面的这个返回 这个相关的数据或信息 我先把这个值呢先定义好 定完了之后呢 再去请求页面 那时候请求的过程中呢 就会和这个 刚才定义的这个数值呢 他自动的去做对比 他自动的去做对比 所以呢前面要用这个 reg reg它本身的一个含义 叫做这个regest regest就注册的意思 他呢先注册这样的一个 文本字幕串 放在这个load runner里面 程序呢会自动的去反应 反馈 这是关于做文本检查的 第二种呢是做图片检查 但图片检查呢 因为呢在性能测试的时候呢 很少呢去关注这个 到底说这个图片好或不好 他有没有显示 因为呢性能测试呢 他不关注这个图片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图片质量 所以呢在这儿呢 一般的图片检查点呢 用的比较少 不像功能测试呢 可能会关注图片比较多一些 但是性能测试呢 关注比较少一些 因为呢就算是 网页上啊 网页来来回回传的这个图片 他也呢都是以这个图片的 这个标签 比如说img标签 以这种标签为例呢 进行传递的 所以呢他在这块的话呢 用的不多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一下 叫做vive 向盘线 一逆之 半的 半的是什么意思呀 找 查找 就查找的意思 所以呢在这儿呢 这两种方式 特指的是什么呀 做vive测试的时候专用的 做vive测试的时候专用的 其他测试 没有 其他测试没有 只有在做vive测试的时候 还有这两种方法 好这两个函数呢 大家记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讲具体的内容 嗯 要想要想使用检查点 Nodrunner呢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式 就是说在运行的时候 开启这个检查点的这个功能 默认情况是不开启的 但是呢如果你想启用这个功能就必须开启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一般这个步骤呢在 一般这个步骤呢在我们这个测试脚本里边有一个额外文件 这个额外文件呢叫做Runtime Settings 就是说运行时设置 运行时设置 这是一个对于整个脚本控制非常 就是说控制非常严格的一个地方 里边呢有很多东西 后面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内容的专门去说它 在这儿呢就先说第一个 就开启检查点 那开启的方式给大家呢 直接的演示 你可以记啊 在这个在Runtime Settings 运行时设置 双击打开 双击打开 它呢是一个独立的程序页面 它是一个独立的程序页面 然后呢在这个里边呢 其中有一个东西呢叫做 PrinPrinSays 就是它的这个表现性能特征 那这个呢是一个二级的一个 二级的一个条目 这个二级条目呢 在这个Internet Protocol里边 就是网络协议 在网络协议下面有个PrinPrinSays 在这个栏目里边呢 其中有一项 就这个 叫做Checks 这Check是什么意思呀 Check就是检查的意思 Check就是检查的意思 默认这个Check状态呢 是什么也没勾选 但是如果你想使用这个检查点 你想使用检查点 那就必须保证这个呢 勾选上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Enable Enable是什么意思呀 能够 能够进行什么呀 图片和文本检查 就是说能够进行图片和文本检查 就是说开启这个功能 那么当你呢 对这个设置过程做了修改的时候 这个设计界面呢 就会出现信号 就会出现信号 那你要保证对他的这个设置的设计之后的这个改变 做保存 怎么保存 最简单 Ctrl S 就在当前页面 Ctrl S 是不是没了 Ctrl S之后呢 就是这个选项内容呢 就被保存了 这个选项内容就被保存了 保存之后 关键的地方来了 保存之后 关键的地方来 保存之后呢 就要呢 插入检查点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去插入检查点 就说先启用 这是一个关键 你不起用的话 不管插入多少个检查点 它都没用 那插入检查点呢 需要去设计这个脚本 设计脚本里边呢 有一个叫做 Insert in Script 就是往脚本中插入 插入一个新的步骤 插入一个新的步骤 然后呢 把你这个函数的名字 放进去 它会自动搜索 下面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这个design design是什么意思呀 设计 design就是设计的意思 下面呢 我们在这边呢 重新找一个空白行 下面呢 我写几个 写几个注释 嗯 这叫什么来着 插入检查点 好 那检查点呢 就是说 design 在design里面呢 插入啊 往这个脚本中里 脚本里面插入数据啊 插入内容 然后选择第一项 new step new step是什么意思啊 新步骤 哎 就是插入一个新步骤 然后这时候呢 它会默认打开这个步骤的这个工具栏 啊 这个步骤工具栏 因为我这儿 界面太小了 所以呢 大家可能 看到这块就有点小啊 那如果你们全屏的话呢 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然后呢 把你想搜的这个函数名字放进去 那这时候有同学可能说了 老师 你说这个方法之前 我压根都不知道它叫啥 没关系啊 在loadrunner的使用帮助文档里边 那1700多页的文档里边 做了详细的说明 啊 他做了详细的说明 你想用什么功能 从那里面去找 啊 就是这样 就像你们用什么 想用linics命令 李川老师给你们讲的 很少很少吧 对吧 因为你想操作一个操作系统 它的命令很多很多的 但是你们学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那这时候呢 想要操作更深入的内容 只能去插到一些系统相关的东西 那这呢 也是一样 那比如说 刚才呢 跟大家说了 做web测试 要对这个文本检查 rej 然后呢 找这个web rej 就找他 找到这个函数之后呢 双击 双击 双击他之后有一个好处 我们可以用图形界面的方式呢 去对这个文本界面的进行检查 明白吧 可以把你想输入的内容呢 直接填写在这个里面 比如大家看到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提示你 你想搜索的这个特殊文本是什么 比如说呢 百度首页 大家看一下 百度首页都有啥呀 咱返回到百度首页 都有啥呀 不说别的 肯定有 有这个吧 是吧 假设我们先找他 先找他 把刚才呢 找到这个文本 粘贴复制 放在那 肯定要有这个文档 肯定要有这个组组 要不然呢 这就不对啊 然后呢 下面 下面大家看一下 他呢 会告诉我们 匹配的一些规则和方式 啊 匹配的规则和方式 在这边呢 一般呢 都会选择默认第一个 啊 选择默认第一个 match case 就是匹配这个 匹配这个字符串案例 啊 匹配这个字符串案例 再往下 啊 再往下 这块呢 是说 在搜索这个字符串的时候 需不需要按照开始字符和结束字符去搜索 如果需要 你就把这个勾选上 听到吧 哎 如果需要 就把这个勾选 如果不需要呢 就不能选他 当然这个方式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你想搜索的内容 啊 你想搜索的内容是一 就是说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篇文章 但是你又不能把一篇文章全都写在这儿 所以呢 就从开头结尾 啊 取开头和结尾中间的这部分的内容 明白我的意思吧 哎 就是说取这个内容 然后呢 他会自动的把里面的所有文档的 全都输入去 全都截取下来 那这种方式呢 不太适合我们说做这个初级的啊 好 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最简单的 下面 就是说从哪里搜索这个文本 啊 在这里边呢 他提供了 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是从网页的主体 就是Body里面 Body是哪呢 这是我们的这个 网页htm标签里面 有一个什么样 Body Body开始和Body结束 对吧 从Body里面去 接取 第二种方式 叫做Headers Headers这个东西呢 说白了 其实它是那个 应该是HTTB请求的一部分东西 它呢 不算是我们网页的基础知识 它应该是那个 这个啊 给大家看一下 开发人员工具 就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Body啊 嗯 Nightwalk 我这好像死掉了 那那个我重新 我重新点一次啊 那在这里边呢 在这个网络里边啊 它会显示出来 它会显示出来 我们打开这个页面的所有过程 那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Body 什么是这个 Header啊 就刚才呢 比如说 我们呢 再点这个Elements 这个里边的所有内容 都是什么样 Body 网页主体 网页主体 那个 这个东西呢 叫做网页主体 Body 那么Header在哪 啊 Header在哪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后面我们讲那个 接口测试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专门去讲一下 哎 Header呢 就是这个 当我们每次向网页 就是向那个服务器 发送数据的时候 哎 我们都发了什么样的数据 哎 只能通过这个 通过这种方式去查看 其实这个东西呢 用这个 呃 早上的时候有 有 就是 那个谁 好像是 饭球莎和 男女如吧 啊 他想说那个 请求报文 HTTP的请求报文 是 是你俩说的吗 是谁呢 也说的啊 啊 等 不管是谁说的吧 可能你们也不 我认啊 那在这里边啊 在这里边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 里边呢 这个就是请求报文 啊 这就请求报文 用专门的工具去抓 一般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浏览器中啊 如果你只用浏览器 你是看不到的 你看到的只是 所有网页的这个 原程序原代码啊 那请求报文呢 它是网络内部的一个东西 那么请求的时候呢 比如说 request就请求 请求的地址啊 请求的方式啊 请求的这个状态码 然后呢 请求过程中的这个 代理的IP地址啊 端口号 然后呢 有请求报文 就有什么呀 响应报文 因为这个东西呢 是服务器发给你的 就你发给服务器的是 这个东西 然后服务器发给你的 是下面这个东西 后面这个呢 就称之为什么呀 响应报文 特别长 所以这块的话呢 就是要求这个 对这个 html通信协议 html协议 一定要很这个什么呀 很专业 那这个就先 先说到这儿啊 先说这儿 所以呢 在这儿的话呢 他支持在报文 就是说这个header里面 这个header呢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头 就请求报文 那个header里面去找 也可以呢 在body里面去找 不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初级 或者说跟网 软件测试相关的 就在这个body里面去找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要不要去统计 他的这个搜索次数 啊 save他的这个 统计次数 count 如果需要就点上 如果不需要就算 最后一个 如果说呢 查找不通过 怎么办 就fail ease fail是什么意思呀 失败吗 如果失败了 会怎么办 比如说 是返回一个not found 还是说 放的 什么呀 默认单是not found了 对吧 所以一般这儿呢 都不写 一般都不写 我这儿就不写了 然后呢 点击OK 然后你会发现 自动生成代码 自动生成代码 这个呢 就是一个检查点 检查的search 后面的这个参数 就是说检查的位置 在包的里面去检查 第二个 检查的文本 就是刚才我搜 我直接搜的这个文本 最后呢 就是说结束 last 结束last 这又是一个新的函数 刚才呢 刚让你们记了 好 下面的话呢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那么这个函数呢 这是昨天我们呢 录制的一个函数吧 哎 不对 这刚刚 刚刚新录制的一个函数 这是直接呢 打开百度 然后进行 搜索的一个函数 对吧 一个脚本 下面呢 我们运行一下它 然后这次呢 专门看一下这个 这个action啊 你会发现呢 它会从头到尾 全都运行的 这还是在运行action 还在运行action 我们这个testaction 还没开始动呢 然后呢 大家看 它现在呢 是暂停在244行 因为这行呢 是一个web url 它需请求这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里边呢 资源很多 看到了吧 它呢 一直在搜索资源 搜索资源 当这个步骤执行完了 哎 大家看 现在 现在是开始执行 我们这个函数了吧 哎 失败了 来看一下那个失败的原因啊 呃 它这呢 提示了一下啊 提示了一下 提示个什么呢 来如啊 什么呀 没有发现 这啥情况呢 这啥情况呢 那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你写错了 确实谁写错了 但是呢 错的不是 这个东西啊 错的是它的这个位置 在这呢 一般啊 一般呢 我们会把这个 就是要检查的这个内容 会放在这个 呃 就是你要请求的这个网址之前 那网址之前 那在这儿我们看这个网址 我先把这个 Ctrl X一下啊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我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我先在这儿呢 插入一个 然后呢 在它之后呢 再插入一个 看它俩的哪个能运行啊 看它俩的哪个能运行 在这里边呢 就是关于检查点 插入的位置 哎 极其的微妙 啊 极其的微妙 如果你插入早了 你打开这个页面 没有 它就会暴错 啊 如果你插入的这个 就是检查点的这个位置 有点晚了 那么这个页面已经变了 它又什么呀 检查不到 这是我们说 它是一种 很这个 很微妙的一个过程 很微妙一个问题 下面呢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啊 大家会看到 这个页面 页面越复杂啊 是吧 页面越复杂 它这个运行的时间越长啊 其他的步骤呢 都是一闪就过去了 是吧 到这个的时候呢 就过不去 那在这里边的话呢 哎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两次 两次注册吧 来看一下 其中第一个注册呢 是在第几行呀 来看一下 第一次呢 是在 31行吧 这是不是有个检查点 这是不是有个检查点啊 那我们看一下31行的检查点 哎 那么这个检查点呢 那么这个检查点呢 放在这儿了 读册检查点 开始啊 这个外部检查点的开始这个函数 下面的话呢 它提示我们 检查点什么呀 成功了吧 哎 检查点成功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 放在这儿 放在了页面之后 放在了页面之后 对吧 哎 放在页面之后 那 46行的这个检查点 哎 这就 46行也成功吧 然后看这个50行 哎 50行这是个什么 什么什么原因呢 那么在这儿呢 大家看到 哎 看到这儿 多定义了一个页面吧 只有我们检查点呢 放在这儿了 然后呢 但是这个检查点 它的作用 作用在哪呢 作用在下面这个页面 啊 作用在下面这个页面 然后呢 那这时候呢 就会提示你 怎么样 你这个检查点 失败 啊 你这个检查点失败 所以呢 在这里边 啊 在这里边 一般情况下啊 一般情况下 这个检查点呢 放的位置啊 放的位置呢 很这个 很特殊 特殊到什么程度呢 特殊到 就是你的这个 URL请求之前 啊 请求之前 要先把这个注册好 注册完了之后呢 它会去做相应的检查 这呢 就是通过的 但如果说你呢 这个检查点 在运行的过程中呢 哎 他呢 对于上一个页面来说 放在后面 不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呢 放在后面的话呢 也只会告诉你 你上面这个页面里面 有这个数据 通过 确实是通过了 但是呢 到后面的话呢 因为你这块呢 他做了一个 大家看这个函数 这是什么函数呀 自定义函数 对吧 这是一个自定义的一个 网址的请求 那这块呢 就会 他又会 因为是自定义的 所以呢 跟你前面定义的那些 都没关系 你也不知道他里面 请求的是些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他和后面的匹配的时候 就会出 就会出错 又会出 所以呢 在这呢 一般啊 一般我们会把这个 检查点 尤其是文本检查点 会放在一个 外部URL之前 这句话呢 大家记一下 大家记一下 一般 外部检查点 就外部RE这一范的 就文本检查点 会放在 会放在一个 外部URL检查点 就是这个外部URL请求之前 就是你要 先有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 再去打开这个页面 然后再去做比对 我们下期再见 可以 好 对 感谢观看